说到国内的大型主题乐园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 要么就是集中在首都巴生谷一带 要么是在南马高度发展的 这个柔佛伊斯干达特区 其实在霹雳州的怡保 最近呢也有一座占地52英亩的主题乐园 在刚过去的开拽节呢 正式打开大门 迎接想要走入动漫世界的大朋友跟小朋友 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透过镜头去看一看 各种动漫不同游乐设施 还有不绝于耳的呐喊声 这里是霹雳仪宝 堪称是亚洲首作动漫影城主题乐园 一走进乐园就能够看到 大马最高超级落差 还有非常调避的蓝精灵 在跟你say hello 除了有你我熟悉的动漫之外 这里还很接地气地 纳入了本地动漫人物 Bowboyboy 让整座乐园也带有浓浓的本土色彩 我们想要表演 不过只国家的IP 我们想要一个地区的IP Bowboyboy是在马来西亚中的第一名 所以我们会选择最好的 来到这里 教授们可以带孩子观看 Bowboyboy的四季电影 一起感受整趟冒险旅程 如果想要完全感受 现场的狂野以及快感 那就是 东南亚首个特技摩托和汽车特技秀了 紧急摔尾 两轮离地单兵行驶 还有各种高难度的特技秀 就像是汽车芭蕾一样 非常刺激 在马来西亚是很少 所以预把是第一件 大多数是外国才有 工厂拍成龙的电影 成龙电影才有 现在都没有 不错了真的 很特别这样 宝贝尔 我看来 我看来 是太精彩了 所以 在这场表演 DM是平坦的 现在 你现在 我看来 是平坦的 想要亲身感受刺激的机动游戏 还可以到湖边去那里 体验飞天旋转秋千 U型大转弹 还有360度凌空回旋的 超级大摆锤 当然 这里还有适合小朋友玩的 小型自由落体机动游戏 旋转木马等等 要是你走进迷幻森林里 就犹如走进了冒险家总部树屋 与奇迹之动 而步入室内的珊瑚王国 就好像是在深海里一样 不同主题的乐园 仿佛让人走进了时光隧道 父母们大手牵小手再次回味 孩子们尽情享受 那未褪色的重年回忆